日子很短,眨眼就过完 别喝小人计较 别喝家人生气 别喝自己过不去 别让心情不美丽 还不错吧 为创作者找好方法 这个是我们身边帮我设定的一个目标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 在分享经验跟技巧的同时 我们也不断地去探索各种不错的资源 来分享给大家使用 今天一样也要真心推荐一个很棒的干货给大家 尤其是有在做影音分享的创作者 这一集一定也会很实用 那就是自动语音辨识滚动的题词APP 早期身边来帮我做YouTube的时候 都要求我看手脚本之后就直接来 没有大字报也没有题词机 老实说一开始真的很崩溃 尤其是我刚开始面对镜头的时候 也是一天到晚舌头打街 如果不幸的话可以去看我早期的影片 有着满满的跳街 所以呢身边捡我讲话也是捡得很崩溃 不过也是因为它当初这样子逼我啦 长期练习下来我才比较能够轻松地去面对镜头 在口条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好那虽然口条改善了很多 但却感觉记忆力一直在衰退 脚本看得在手每次讲了一两句脑袋就有一片空白 所以后来还是妥协用了这个提词机 至少可以不用一直瞄着稿子 那有些人可能只知道大字报 不知道提词机是什么 提词机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用一块鞋放在镜头前的玻璃 然后利用平板或是手机将讲稿映射在玻璃上 那早期提词机是十分专业而且不便宜的设备喔 可能只有在电视台摄影棚里才看得到 那这几年因为智慧系统的普及啊 所以变得十分亲民 可以直接用iPad或者是手机来达到 那我们今天自己用的 是来自百事越的这个T150 那以前只用过他们家的萤幕 这次才发现他们的提词机产品也是琳琅满目 那这个T150是新产品 我之前自己用的是假手机的 路边摊买的吧 但因为视力好像也是有一点退化了 所以字就必须要放大嘛 但放大后手机的萤幕就不太够用 那这次这一款T150正好解决了我的痛点 可以放15寸的平板 以后可以直接把我的iPad放上去 一个字就是爽 那我会强烈建议你如果要买提词机啊 一定要买大的越大越好 那除了看得轻松之外呢 因为它玻璃很大片 所以它也比较不容易会有这个 黑边穿帮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得更近 然后使用可能更广的焦段来拍摄 那这一款它的质感 还有结构都设计的很优 相机的前后或者是上下调整 也很容易 那现在你买这些提词机 都会附赠一个 这个蓝牙的遥控器 那这一款也不例外 你可以用遥控器来控制 讲稿滚动的速度或者是暂停 或者调整上下 但身边说啊 观众看我手上拿着这支遥控器啊 可能就觉得有点low啦 因为感觉就是知道你在看稿嘛 但如果不拿着它 让提词机自己定速去慢慢走 有时候如果岔提脱稿啊 停顿或者是NG要重讲 就会很麻烦 那除非有人帮我控制这个跑马的速度 那加上我常常拍片身边都不在啊 我还是得自立自强 那我就在想 现在的AI智能喔 这么进步了 难道没有APP能够代劳吗 语音辨识转文字都做得那么成熟 那反过来让稿子跟着我们的语音跑 应该不是难事吧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这个程式啊 那关于提词器方面的资讯 在华人的圈子讨论 也是非常的少 一开始我只找到了一个叫做PromSmart 也就是国外开发的一款提词程式 还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它是近年才开始可以支援这个中文的语音辨识 那它同时支援安卓跟iOS 但使用免费版的话有时间的限制 一次使用只能三分钟 那虽然说它有很多种进阶的功能啊 比如团队协同操作啊等等 但看了一下喔 它是订阅制的 最便宜一年也要99.9块美金 那虽然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只要 300块台币 但想到为了这个自动提词器 还要一直被扣写 就还是觉得很欧 于是我又不甘心的花了很多时间 在国外论坛潜水啊 终于发现了另外一个程式 叫做Prom Plus 也支援多国语言 但目前呢 只有支援苹果的iOS或者是Mac系统 那它的免费版是用字数来限制的 一个文本最多只能放750个字 原本我想说就将就用嘛 750个字也不少了啦 就分个几段文本就好 有点麻烦 但是不花钱也还OK 但后来用一用觉得还不错耶 想说如果解锁长度限制的话 那每个月我要花多少钱 结果打开来看 330块 但是可以买断 我就在想 这个330块美金 大概就1万块台币嘛 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因为如果我真的买下去以后 以后的拍摄就可以很快乐了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 突然又发现 330是台币啊 X的新台币啊 瞬间 感觉像是自己赚了9000元一样 哎 穷人的小确幸就是这么的心酸 于是我立马帅气的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那影片看到这边为止呢 其实我都是用这个 Prom Plus的App在做题词的 也许你觉得看起来好像 不太像念稿 那个是因为我在写脚本的时候 就会自己去试念 尽量把它写成自己 口语化的那种感觉 那我这边简单示范这个程式给大家看 好 现在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第一次打开这个 Prom Plus 打开之后呢 会看到一个它预设的文本在这边 那右边这边呢 调整的是 如果你让它自动跑的话 它的速度 速度快或者是速度慢 也就是Words Per Minute 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本放进来 那右上角这个Script 脚本 打开之后 按加 然后它问你你要从哪边去增加呢 我们直接建立一个新的 然后我刚刚有复制了 一个短文 贴上 贴上之后 图寸 OK 所以我现在如果进到这个Script里面 就会看到有我刚刚贴上的这一篇文 点开之后呢 按Select 选择 就是说我现在要用这个来做题词 Select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题词机 然后右边这边呢 有一个Edit Edit就是你可以直接进来 编辑文本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Voice Scroll Voice Scroll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功能 就是它会follow我们讲话的进度 去滚动它 那我们看一下Settings Settings这边打开呢 这边可以直接调整 你要题词的这个文字大小 然后包括它的边界 通常我们就把它放满板 然后文字要靠左对齐还是中还是右 那我们就靠左 然后这边有一个Mirror 这个什么时候用到呢 你如果有购买像我的这种 这个百思越这种提示机 那这个时候因为它要让我们看到反射的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它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也只是做demo 所以我先把它关掉 那包括下面可以修改这个文字的颜色啊 或者是背景的颜色 但是因为这个画面多少还是会影响到 那个镜头前面那片玻璃啦 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用黑底白字就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刚刚说的这个Voice Scroll 点下去之后呢它会问你 它要取用你的麦克风进行语音辨识 就给它好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上面 这个绿色的地方点下去 它可以选择我们的语言 那我们当然就是进来选择Chinese 就是选择Taiwan 选择打勾之后呢 back回去 它现在就会用中文来判断我们的文本 那现在你可以开始来念念看 夜深人静 常想到底什么是幸福 诶 好像没有在跑对不对 我忘记做一个动作了 开始的话要先把play按下去 好 夜深人静 常想到底什么是幸福 心上无事是幸 身上无病是福 人一辈子忙到最后 会发现真正的幸福和逍遥 不是拥有富贵权势 而是身体没病 心里没事 俗话说无病一生轻 生过一场大病的人都有体会 活得累的人心里装着不喜欢的事 更累的人是今天装了明天的事 无可救药的人装了好多不该装的事 你看它有时候跟得好像没有很紧 但基本上它都有照着我们期待的再往下卷 只是就是follow的速度慢了一些 好那你看我现在脱稿了 它其实就会停在这里 人往往在贪欲中失去幸福 在忙碌中失去健康 在怀疑中失去信任 在计较中失去友情 人不争一生轻松 事不比一路畅通 心不穷一生平静 好那我们跳两句看看好了 别喝小人计较 别喝家人生气 别喝自己过不去 你看我们跳过两句了 其实它都会自动去比对 可是有时候 可能跳多一点它就会miss掉 miss掉的话 你可能就是直接再把它拉回去这样 直接拉到你要继续讲 或者是重讲的地方 一辈子很短眨眼就过完 别喝小人计较 别喝家人生气 别喝自己过不去 别让心情不美丽 听到了没身边 活一天就开心一天 过一天就舒服一天吧 幸福不难 难在自己的心不定 还不错吧 这个APP它在辨识你讲话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容错程度 所以你可以照着自己的速度去讲 中间要插题啊 脱稿也没有问题 可以完全不用管它 但因为它要跟着你 所以我才说稿子要尽量贴近你实际讲出来的感觉 如果字眼或者说文法差太多 它可能会以为你已经脱稿了 可能就会停在那里 卡在那里 如果不小心发生了这个问题 就再回过头去讲上面的 它通常就会再自动跟上 那因为它是靠手机或平板的麦克风来辨识你的语音 所以不能离它太远 收音如果不清楚也会影响到它的表现 不然就是你要另外再接这个无线麦克风给你的平板或手机 那因为它是使用这个 AI语音辨识的这个引擎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这个网路的速度 必须要非常的稳定 那它其实里面也有这个离线的语言包 我是还没有试用过 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离线版的来试试看 如果你还是想要请助手来帮你滚动这个足字稿 你的讲稿 那它也支援Mac或者是其他iOS 装置去远端遥控的功能 你只要登录同一个账号 也可以在电脑上面 在Mac上面写好这个脚本 存在这个程式里面 它就会自动同步到你的手机平板上 那整体使用下来的感受 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带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一次只能选定一种语言 如果你的中文中间夹杂太多英文 就会有点不太准 那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少 那对于一些特定用途 可能有要求精准的时间控制 那这种时候你可能还是得去用这个遥控器 然后让它定速慢慢跑 但我可以说它解决了我九成 九成以上拍片的困扰 让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可以真正解放自己的双手 当然我想Prime Plus它的功能性 或者说后续的服务 不太可能跟前面说到的这个Prime Smart 去比较 但对于现阶段只需要简单语音辨识提示的我来说 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那如果你是专业的团队 也有足够的预算的话 那直接上这个Prime Smart 或许体验会更好 也说不定 那这两个工具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 有在做自媒体的各位朋友 老实说这个330块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啦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常常面对镜头 又要看着讲稿说话 就买下去就对了 我是杰克森 壮位创作者 找好方法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